我会年轻数十载 我想就是这样吧 对了 我还记得皇后曾经说过 世上能够杀我楚某人的 大概就只有皇后一人 想想也未必是假 你帮了梁玉 又没偷蓝田玉石 那何罪之有 更何况 我怎么忍心杀这么可爱的道帅 哦 照您这么说 我得继续可爱下去咯 以美人头落地 不过 光是继续可爱也没什么用 这个蓝田玉石 我是一定要拿到手的 蓝田玉石 我是一定不会给你 如果想要 先过我这关 好 这七天之内 我一定会再来 到时候 你得好好看好它 好啊 反正我这个老太婆 也闷了很久 正想找人试试我的武功 好 怎么 现在就想要 不 我好像以前 见过您的样子 你不是想告诉我 你婴儿的时候 就见过我年轻的样子 我好像是在一艘船上 那艘船有面镜子 镜子里有皇后您的容貌 船 那艘船在哪里 本宫也很想看看 这是我朋友的一艘船 名叫千山渡 他说 这艘船跟他的身世 有很大的关系 怎么会跟他的身世 有关呢 因为他在强堡之中 就是搭着这艘船 逃往中原 沿路被人追杀 幸好他保住了性命到现在 那很好啊 总算是大难不死 但是想不到在安南 竟然遇上了镜中人 不知皇后知不知道 这艘船的来历 让我的朋友 有机会能够解开 他的身世之谜 那艘船 应该是本宫当年跟皇上 经常游山玩水的船 而那镜子 是皇上派人 从东营带回来送我的 哼 我想楚相帅的朋友 一定是个可爱之人 本宫也很想见见他 好啊 如果你喜欢的话 等世子完婚之后 我请他把千山渡 开到安南跟您见面 嗯 那很好 到时候说不定 我想以蓝田玉石相赠 哦 那这么一来 我这个道帅 就派不上用场了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告辞 雅爹爹啊雅爹爹 你从来不告诉我 我的家乡在哪里 这里会是我的家乡吗 Equip 雅爹爹的 为什么不问楚留香 她朋友叫什么名字 家住何方 她的朋友 很可能是我要找的人 但是她这么聪明 如果说的太多 就怕她会试穿 那只有等世子大婚之后 楚留香带她的朋友来 再说了 你信不信楚留香 奴婢不知道 这个人狡猾机智 她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的 说不定 她是替朋友来明察暗访 或者 她就是我要杀的人 既然如此 何不先除了楚留香 如果楚留香并非死人 那杀了她 就连追查的线索也断了 有一个人 可以解开我们的疑难 你躲到哪儿去了 不要跟我开玩笑 芯儿 芯儿 还是不要太靠近太后 免得又让她骂 难道真的有鬼 芯儿 芯儿公主 这么晚了 为何还不就寝呢 你怎么鬼鬼祟祟 站在人家后面 对不起 芯儿公主 你有没有看见芯儿 我刚和她一起进紫寿宫 芯儿不见了吗 芯儿是你叫的吗 要叫芯儿姑娘 刚才我和她一起进来 她突然就不见了 差不多有两个时辰 那你在什么地方 没见着她 花园那边啊 这里是不是有鬼啊 不会吧 什么不会 刚才 我明明看见那边 闪光一亮 突然之间又不见了 很恐怖啊 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啊 宫女之中 最没有礼貌的就是你了 对不起 我是在想 芯儿姑娘她 或许已经回去了 也说不定 对耶 我在外头一直找她 说不定她已经 回去找我了 对啊 请公主先行回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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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每当月圆之夜 在这里 就会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死在这里 只要我用手指 轻轻地在脖子上一画 他们的血 就会流干而死 你练是邪术 你和人血 这么 为了保持年轻貌美 总要有人牺牲 明天晚上 牺牲的人 就是你 就问了你 不然你这丑肉老太婆 你要杀多少人 你敢说我丑 不用怕 不用怕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答案令我满意的话 也许你的命还保得住 你说 人始终是怕死的动物 那我现在问你 楚流香是不是有艘船 叫千山渡 为什么不说话 是 或不是 不是 那遭船的主人 到底是什么人 那是 楚大哥一个朋友的 他那个朋友 经常在关外 一个叫沉睡沙漠的地方出没 你问这个